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爷爷的话 我只感觉胸口一阵滚滚热流 当时忍不住就要冲出去 跟爷爷相认 时间过了久了 很多东西都在改变 但是爷爷对我的牵挂却从未变过 无论他在小盘河 还是在漫漫的镇河之路中 他始终惦记着我 老爷子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我一出门 我家老爷子就在挂你 我是做儿子的人 知道长辈的心哪 金大少推心置腹地说 你那孙子的确好好的 我亲眼看见不会蒙你 那就谢谢你了 爷爷的语气很快恢复了平静 可能不想再多说什么 只要听见我还一切好的消息 就已经放心了 举手之劳 举手之劳 老爷子 金大少客气两句 然后试探着问道 老爷子 这个 你要我做的事情我是做了 现在那个鸡尸弟能跟我说说吗 我们金瑶也不是那么好混的 我家老爷子总想让我立点功 去赌下到人那些嘴 找到个鸡尸弟 大小算是功劳一件吧 我不试掩 那块鸡尸弟 在豪草段西边半里的河湾旁边 能找得到 这样一听我就完全明白了 爷爷不知道怎么跟金瑶的人接上头 他天天震的河不能离身 却惦记我 用一块鸡尸弟做报酬 托金瑶的人来打探我的消息 金瑶自古以来 跟旁门和亲门都没瓜葛 爷爷委托他们 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老爷子 谢了 金大少很高兴 发现一块新的积师弟 能给金瑶带来大笔财富 势力也会随之增长 就在这个时候 河滩两岸骤然亮起数十道亮光 亮光出现的同时 人影已经开始朝这边涌动了 一道一道亮光映照过来 终于让我看清了爷爷 那一刻 我想落泪 跟爷爷分别的时间虽然很长 但并未长到成年累月 我把张家那根八字梅 保存的莲花木棒给了爷爷 然而他还是老了 这短短数月之间 他好像又苍老了十岁 脸上的皱纹密密麻麻 花外的头发半尺长 一团蓬乱 这怎么说 爷爷抬眼看着周围 不断闪动又逼近的亮光 脸色陡然一变 盯着金大哨 这大娘是怎么搞的 金大哨脸色也变了 在原地跺着脚 抖手说道 是怎么搞的 爷爷脚下石头棺材 停在浅潭之上 他望着逼近的人群 没有畏惧 缓缓挪动一下脚步 就在一瞬间 我发现爷爷一条腿 好像受了重伤 挪动一步都显得很困难 我就说金腰的人 这段日子怎么不对劲呢 果然是跟欺瞒的人 勾结上了 外围的人群 很快就靠近 为首的一人一阵冷笑 望着爷爷和金大哨 喝道 陈老六 真是你 还有 你他娘的总算说句实话了 替我解了嫌疑啊 金大哨长须一口气 转瞬之间 他带的那些人 也从暗处奔了过来 在金大哨身前 沾了两排 金大哨回头对爷爷说 老爷子 这个事情可能是下头人 行走不太甚密 引来的货 我引的货 我料理 你走 不用管我们 金腰真觉得有钱 能让鬼推磨吗 有几个臭钱 想号令和谈 来人说 你想清楚 今天敢插手 就是跟我们旁门 彻底翻脸了 爷爷不理会那么多 一步跨进石头棺材 就想离开 但是有人在河岸对面 滑滑地甩过十几根 粗畅的铁锁 铁锁上面 符纹密布 甩进河里 这片河岛就如同被突然截断了一样 这个绝不是旁门的锁合镇 很可能是圣域人从集西带来的法门 灯溜的河水突然就停止了 把爷爷的退路立即封死 有人大声叫道 陈老六 你还做什么梦 你那倒霉孙子 已经让咱们抓了 什么 爷爷猛然一回头 盯着说话的人 继而又把目光投向金大少 你骗我 我知他娘的里外不是人哪 金大少甩人手说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你孙子把我从崖上 逼着掉进河里 我怎么可能输我 冤死我算了 陈老六 你孙子 让点了天灯了 一排人不断逼近 一边跑 一边大喊 少了足足一天 骨渣丢进鱼塘喂鱼去了 你还做梦 能再见见到他什么 到鱼塘去找吧 爷爷的身躯一震 整个人几乎站不稳了 他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轻易相信别人的话 但是一提到我 爷爷的心神立即就乱了 拿捏不住身形 拖着那条已经重伤的腿 险些从石头棺材里栽出来 莫骗我 爷爷一双老眼中 马上涌出眼泪 无声无息地流着 他紧紧扶着石头棺材边缘 颤声说道 其实弟已经告诉你了 你不要骗我 我那孙子 到底 老爷子 他真的活得好好的 陈六金 你那宝贝孙子已经化成灰了 下一个就是你 放屁 我抽身 从藏身地跳了出来 反手拖着棍子 电光火势一般 冲到前面 抬手一棍 把正在叫嚣的人 打得腰骨折断 扑地喷出一口气 倒在地上 抽出几下 就不动了 我单手举着棍子 逼住正往前冲的人 这突如其来的一击 立刻震舍住对方 一排人 骤然停下脚步 孩子 孩子 爷爷的眼睛睁圆了 他不由自主 朝我伸出手 眼中劳累 随即模糊了眼眶 我的孩子 爷 我不顾一切 拖着棍子转身就跑 一口气奔到河沿 定定站住 一把丢了手里棍子 重中跪在地上 爷 我是水娃 我给你磕头 爷爷真的老了 他的坚韧 他的意志 他的不屈 都在这条奔流的长河中 被渐渐磨灭 他变得脆弱 看到我跪在面前的时候 爷爷无法自持 流着眼泪 总是到棺子里爬了出来 一瘸一拐地奔到我身边 抱住我 泪水不停地低落 我子 我的孩子 我什么都不想 这把骨头烂在河里 也无所谓 就是想再看看你呀 我的孩子 好孩子 正好 来的敌人顿了一会儿 随即 有人叫他 老的小的都在这儿 正好一股作气杀了 免得我们 东找西找 孩子 让我再看看你 看看你 爷爷摸着我的头 伸着手 比划了一下 从你这么大 我就看着你 一点一点长起来 看着你长得结实 我比什么都欢喜 孩子 走 你走 这些人 爷替你拦住 你快走 爷 我呼地站起身 扶住爷爷的胳膊 爷 您就待在这儿 听话 快走 爷猛地想抖落我的手臂 催我离开 但是一抖之下 他突然就顿住了 只因为他发现 我的胳膊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有力 像两座山 稳稳地 把爷爷护在正中 爷 我再也不是以前的水娃子 我长大了 我能护住你 护住爹 护住所有 我想护住的人 像亲门的先祖一样 护住这条大河 我扶着爷爷站好 一下转过身 我知道 此时此刻 我的目光犀利如刀 来 我拖着棍子猛然前冲 白蜡甘子 呼呼声风 舞成一团 几个冲在最前面的敌人 哀嚎着 被棍子打得东倒西歪 倒地之后 就再也站不起来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涌到四周 把我团团地围住 陈老六受了伤他 别合所住了 他逃不走 先对付这个小的 骂了个八子 这要搞什么 金大哨在紧张看着 估计也在紧张思索 金瑶始终保持中立 不得罪旁门 也不得罪七门 但是真要插手 双方之间的事情 就必然会得罪一方 我被围住一两分钟时间里 金大哨一跺脚 喝道 今天的事 旁门给我们金瑶面子 怎么样 多少钱 你们开个价 我没二话 金瑶的面子值几个钱 滚开 有多远滚多远 旁门的人毫不客气 顶了回来 后日的烂屁股归村 金大哨被挤兑的 脸上一阵红 一阵青 骂道 我长得是比较帅 但是脾气没那么好 不给面子是不是 多大娘的 给我上 打趴一个 到我这儿零五十块钱 金瑶的人 一听金大哨的话 马上就动了 那是家伙迎面 冲向奔来的人群 双方乱成一团 我的压力 也随即减少很多 一身力气 全灌注在手里棍子上 左右一阵冲杀 连打翻七八个人 近日金瑶的人参战 我杀了一阵 随即转身 朝爷爷那边跑着 敌人队伍里 绝大部分 是旁门的牢牢 但里头有剩余的高手 我必须护着爷爷 爷的腿受了重伤 不过我活得好好的 让爷爷 无比的安心和欣慰 以往过去的威猛 重新附体 握着那根莲花木棒 把攻来的人 全部挡在屋外头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尸》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